曾经为无限台庆群星会大胆玩跳弹床 却遭遇意外瘫痪半年的李文彪此后就和无限起争执 并受不续约对待 9月16日上午10点多 李文彪在无限老对头亚式的车上现身 准备为他开设的武打动作课上堂 面对记者追访 李文彪则相当惊讶 似乎已经不再介意当年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事隔真的这么久 还有现在这么突然问我这件事 我消化不及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突然间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如果你说问起 那以前的年代 有些人的做法是错的 是真的不对的 那因为有些事应该就是 交代清楚点好点 就不会拖人家的事 但最近今现一段无限内部录音 提到不少因公寿上的艺人 都惨遭无限抛弃 让李文彪听后坦言 若真有人受骗 就该受到外界重视 那我觉得如果有人这样做 我觉得最好拿出来 如果真的有一些艺员 是真的被人欺负地说 那我想要真的做个公正好点 就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现在被TVB一些负责人 或者如果真的问一问 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现在一头目水 我不知道什么事 因为因为我一头目水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啊 没关系 至于有传 当日亚洲电视众议员 都在门口迎接 新东家李文彪的坦言 并不了解 但他却支持 各家电视台之间的竞争 个人感觉 个人感觉 如果是整个电视业 有一个竞争是好处的 因为好像我以前 咬手挂那样 好像一个比赛那样 如果单方面不断咬 就不是那么好玩 观众看都不是那么刺激 如果是整个咬完 那个赢 那个是斗着咬 我觉得观众会更加开心 我都很希望 期望这些事件会发生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